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第一张专辑我整个人的发声的位置 跟第二张专辑大家如果自己去听的话 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 我很擅长写情歌 包括体面 包括奉陪这样的 能够触动人心 让大家有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是我擅长的 也是我喜欢的 这首歌就是留给所有一见钟情的朋友们 我是本月MTV头号人物余文文 2015年 乐坛杀出一匹唱作俱佳 且兼具偶像外表的黑马 2017年 一部电影 一首插曲 让她备受瞩目 她就是新晋偶像派实力歌手余文文 从斗志到尚未界定 于是情歌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间 本月MTV头号人物 听余文文跟你讲 她是如何用余世情歌 终结后体面歌荒 第一张专辑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我的整个处理方式都非常非常小心的 其实是一个包括在棚里面录音的一个状态 你应该去很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去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去很刻意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后来我经常尝试在棚里面随便唱 就是特别放松 就所谓自我 就是完全解放自己 让自己完全 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去唱歌的时候 我发现可能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 会跟你非常小心去拿捏它 会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哪种更好 有的时候我就会让自己去尝试 哪一种更喜欢出来的东西 更觉得是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给大家听 我觉得第一张专辑 我整个人的发声的位置 跟第二张专辑 大家如果自己去听的话 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 不仅从心态 还有整个人的状态 还有经历了很多过程 所以变化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亏欠 我更给就甘心碎 镜头天面 是从前的我们 再何才流着泪相思理解 想做一张全情歌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很擅长写情歌 包括体面 包括奉陪这样的 能够触动人心 大家有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是我擅长的 也是我喜欢的 情感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办法去界定的 就是Undefined 很多时候 它是酸甜苦辣都有的 它是很多种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叫这个名字 我觉得反而比任何一个 你去想去概括它 想去概述一个情感的类型 都准确 因为没有办法界定它 更能够准确地去形容一个情感 其实它们在听每一首歌的时候 都能听到一种过程 就是恋爱的不同阶段 我觉得有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酸甜苦辣咸 每一种口味一定都能在这个专辑里面听得到 我们怎么变成这样 怎么只剩一行 手长 没结果哪有怎样 也好过不同 凤培是在回忆 所以它的情绪非常的复杂 是因为回忆里面就包含了各种味道 因为回忆一定有曾经的甜 但是你越甜 你回忆的时候就越苦 因为两个人已经没有在一起了 所以它其实是 它其实有一点像咖啡跟奶茶 就是它又是甜的 但是它又是苦的 刚要出行的是第一句话 就是认识你的时候 就想跟你去上海这句话 然后大家 我记得那个时候开会的时候 好多人就说 好喜欢这一句词 就是很有感觉 包括跟唐田一起合作 然后他也觉得 我也很喜欢这一句词 就是一听到这一句词的时候 他就很有感觉 很想去继续创作 所以也是有了这首歌 有了这个曲 然后有了这个词 之后大家再拿着这个东西去发笑 MV其实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大家先听到歌 然后看到词 然后当你再配合MV画面的时候 你可能会更加帮助你去理解 我整个歌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先有歌再有词 或者先有词再有歌 之后我会按照这个歌 我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感觉 再去拍MV 它里面其实一共就是两个状态 一个状态就是五年前 大概一个竖着马尾的特别 特别阳光特别青春的一个女孩子 刚刚步入感情的一个状态 就是非常甜美的一个状态 还有就是在跟男友很多分享 午后的一个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时光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都是阳光明媚的时候 包括色调都是用一个特别阳光的色调 然后一转到另外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比较灰蓝色的一个色调 就是回到现在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会有一丝丝的沧桑 会有一丝丝的疲惫 也是我在歌词里面都有体现的 就是经历过这个之后 心里面会有很多五味杂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两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其实就是那个甜甜的滋味 那他讲的是一个思念的故事 他讲的是两个异地 在异地的一对情侣 然后双方就是非常直白的一个沟通 然后用的都是非常没有任何复杂的词汇 都是很就像聊天一样的一个 我们两个聊天一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甜蜜 其实其实其实我不应该走 想着你等我 控制不了我自己 Save Me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初恋的感觉 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这一首歌就是留给所有一见钟情的朋友们 他的感觉就是 我第一次遇到一个男生 然后一下子怦然心动 然后又怕被拒绝 然后又非常害羞 然后跟他搭讪都会 都会脸红的那个状态 我在MV里面也都有表现 对然后看到他跟别的女孩子搭讪 然后你还会有点小吃醋 还会有点 可是他跟你完全都没有关系 他根本就是一个陌生人 对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每一张专辑里面我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尝试 因为我觉得为了表达 这张专辑的完整性 那没有情感是一定都是苦的 或者都是酸的 或者都是非常开心的 那其实感情就是应该是 各种调料都会有一些 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不是完全一个基调的 所以Save Me就是在整桌菜上面 加了一道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它就像一个开胃品一样 我觉得演员跟歌手不用切换身份 因为演员是在演别人 而歌手就是在做自己 所以演戏的时候就去演别人做好别人就好了 然后在私下的时间我会去创作 我会去写歌 那自然就回归到演员的身份 拍前任的时候 那因为前任里面那个林佳 就是非常受伤的一个心境 所以那个时候创作的体面 我觉得就是受演员本身的影响 所以那个时候的自己可能就是演员 跟利用演员的身份写了 这个歌手创作的这个作品 我在很多人面前给大家唱歌 这是一个我非常向往 但是又非常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梦到一个特别棒的旋律 其实起来一听觉得这个不太行 对 我还有一个特别想得到才能可以吗 就是任一门 因为坐飞机实在是太累了太辛苦了 我是本月MTV头号人物余文文 我在很多人面前给大家唱歌 这是一个我非常向往 但是又非常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梦到一个特别棒的旋律 其实起来一听觉得这个不太行 对 我还有一个特别想得到才能可以吗 就是任一门 因为坐飞机实在是太累了太辛苦 我是本月MTV头号人物余文文 她是背着吉他竹梦的女孩 用心歌唱 用情写歌 舞台上的她专注深情 而生活中的她独立自我 本月MTV头号人物 将与余文文来一次深度对话 让粉丝与她零距离接触 一幅画 领覆掉动 瞬间像电影在播放 小时候第一次上舞台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抱着吉他 给大家唱歌了 但舞台具体是哪一个 我可能记不太清楚了 但很紧张啊 肯定非常非常紧张 不管是在一个怎样的场合 能够在很多人面前给大家唱歌 这是一个我非常向往 但是又非常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 第一次面对镜头 应该是在拍电视剧 一月二分之一的夏天 我记得那个戏里面 其实大家有很多新人 像比如说我跟尼坤 就是都是第一次拍戏 然后好像徐璐跟蒋敬夫 他们算是拍过一些作品了 所以虽然他们年纪很小 但是在组里面 已经算是我们的前辈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第一次拍戏 所以还是蛮紧张的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位 然后对于镜头也完全不是很熟悉的 我觉得自己都是傻傻的一个状态 第一次创作可能就是在小学中学的 十几岁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创作 就是喜欢 我到现在都是喜欢去哼唱 就是随时随地 脑袋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个旋律 然后就把它哼唱下来 后来才知道那个叫写歌 那个叫创作 对我来讲可能是晚上比较多 甚至睡着了以后 有时做梦 梦到一个特别好的旋律 然后就强迫自己起来把它给记下来 不然第二天一定就忘了 然后有的时候记起来 还不错这个旋律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 梦到一个特别棒的旋律 其实起来一听觉得 哎呀这个不太行 对 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 如何打破尴尬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你比如说哇塞 你长得很像我 一个以前的同学超级像的 他就跟你一样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一下子 就可以跟他拉近距离了 一到十的分数为自己的脾气打分 我觉得分人吧 但综合的话 我觉得四分吧 就是偏中间稍微差一点的 脾气 因为有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 脾气真的很暴躁 或者饿的时候 脾气也非常的不好 如果把你丢到外太空 你会带哪些CD去 啊这个问题 David Bowie 我会带David Bowie 因为他的唱片都是很 外太空的唱片 一定在外太空听的话 会非常的有感觉 去超市喜欢逛哪个部分 去超市 我通常会逛奶制品多一些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起司 但是我最近查出来 我对牛奶过敏 所以我又不能吃奶制品了 真的是非常纠结的一个事情 你最渴望得到的才能是什么 我最渴望得到的才能是 我希望能够隐形 我不想被大家看见的时候 就刹下就没有隐形的这个功能 是我最最最最最的渴望的 我一直都希望 我能够隐形 可是说这有什么用呢 我也不能隐形 我还有一个特别想得到才能 可以吗 就是任一门 就再也不用坐飞机了 比如说我今天 我需要到美国去 我一眨眼 或者说有一个任一门 一开门我可以到美国去了 因为坐飞机实在是太累了 太辛苦 如果这两个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还是任一门吧 我爱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最坏的对手 且目前我无法独自先走 丸子小文啊 说看不见未来不胆怯 看得到未来才幻灭 岁月打磨了信念 至少我心存喜悦 感谢凯莉女士当年 迈向伯克利时 破釜沉舟的勇气 是你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与倔强贬醒了颓丧的我 你当年唯一的志愿是 进入伯克利 我如今唯一的志愿是 为了追随你 变成更好的自己 只因你是余文文 你的身后光芒万丈 哇 非常非常的励志 这个丸子小文啊同学 这首歌是 我还记得是我跟很多朋友 一起去参加的一个综艺 然后我跟杨迪一起写的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 这首歌的词 应该是杨迪同学写的 他这首歌 所以写的不是我的童年 是他的童年 是杨迪 是杨迪的童年 因为杨迪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写这首歌的时候 他说他小时候非常的穷 那个时候还看什么 八个按钮的彩电 然后还问我见没见过 我说我都没有见过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然后他就说 那个时候他就想 想当演员 想当喜剧创作者 然后但是很多人都不看好它 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创作了 这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其实这是一条非常艰辛 非常长的一条路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梦想的话 就祝福你 希望你后来一切都好 一团融化的玻璃说 大不了换个城市来活过去 有的时候会想逃离 想要抛弃这个城市中的自己 重新开始 过去 过去这一首歌是我为一个电影去创作的 它里面 它这个电影叫做江湖儿女 它里面讲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大女主 然后为了老公 甚至自己坐了牢 然后后来出来之后 靠自己 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跟我的性格也是非常非常像 所以当时看了电影也是非常感动 然后就写了这首过去 我也是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句 大不了换个城市来活 每一次我唱的这一句的时候 我都特别有感觉 而且它那个 大不了换个城市来活 那个调调 就是整个唱歌的那个感觉 也可以随着这个词完全唱出来 我觉得还蛮有感觉的 所以如果你有时候想要逃离 想要抛弃这个城市中的自己重新开始的话 不失为一种方式 但是一定不能放弃自己 一定要坚持做自己想要坚持做的事情 那时间回忆到过去 某一刻是否还会快乐 下一首《文问寒》 怎么所有的粉丝的名字都跟我有关 冷静下来想想我们到底怎么了 来自深度对话 我喜欢文歌只是因为当时的心情 以前我不理解追星 现在看来是一种信仰 每一次心情低落 他的歌声永远陪伴你 谢谢文歌 我是一个比较烦躁的人 冷静是我所缺失的 在我最低落的时候 突然听到冷静下来想想 一句话触动了我的心灵 谢谢文歌 也非常谢谢文文涵 对我这首歌的肯定 那这首歌《深度对话》呢 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为什么说冷静下来想想 其实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 处在一个比较浮躁的阶段吧 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空间 让自己好好静下来 跟自己好好来一场对话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 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一首歌来 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烦躁的人 那真的很适合听一听 这样情绪的一些歌 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有空呢都跟自己对对话 找找自己哪里做的对 哪里做的不对 总结一下 我觉得对人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每个天都记着去猜 和能活得太明淡 管它怎样的好来 反正过去也无法被灿开 不如就算醒来 还有那么多的感慨 好 最后一名同学叫 铁塔塔兼有WiFi 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名字 教我认识自己 教我看世界的勇气 把最好的我 交给爱我的人手里 让幸福继续陪着前进 这首歌是在现场听的 印象很深刻 初次听旋律就很温暖 听到文歌的创作想法 就真的觉得 这是一首很治愈系的歌 相信每一个女孩 都会找到一个 像爸爸一样爱自己的男孩 文歌值得最好的 最好的这首歌 也是在节目里面 跟依依跟她一起创作的 那我觉得两个女孩子 唱什么样的情歌 能够最合适呢 就是唱一首 我们都向往吧 就是找到一个 我们爱我 然后我们也爱的 这样的一个对方 然后我们想到的是 当时一一很向往一场婚礼 所以当时就 整个舞台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两个结婚了 然后我把她交给了 她把捧花传给我 又把捧花传给她 这样的一个很感人的一个场面 然后我还营造了一场婚礼给她 当她的爸爸把她的手 交到爱的那个人手里的时候 她就一下子就哭了 非常的感动 所以把这句词呢 也保留了下来 整首歌就是一个很 就像你说的 是一个非常至于喜的情歌 也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够找到最好的那个 最爱你的那个人 刚刚我读你们信的这四位粉丝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 我会送给你们四张我的签名照 学着复制自己 学两人世界的勇气 看最好的我走进 爱我的心里 让幸福继续陪着前进 我觉得除了要感谢你们 虽然我经常说就是 一路以来对我的关照 关注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 还是爱惜你们自己的身体 不要一味的为了见到我 为了等我做很多很多 在我们看来非常傻的事情 但我知道你们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还是再次的感谢你们